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看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 25日通过马洛迪海峡进入南海后 几天来尚未有吸引舆论聚焦的突出动作 美国右翼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怂恿说 美英特殊关系是否真的特殊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军舰 是否会进入中国十二海里领海 英方早前的表态是 航母战斗群将去宣示航行自由 但不会寻求对抗 伊丽莎白女王号来南海 无疑是为刷英国的存在感 我们要在此严正警告这个航母编队 克制和守规矩是他们应当遵守的本分 请好好走成熟的国际航道 离中国岛礁十二海里领海远一点 美国军舰大家知道 已经有过多次闯中国南海岛礁十二海里领海的先例 中方迄今保持了最大克制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长期容忍这样的挑衅 更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友都可以学习华盛顿的危险姿态 中方的驱离行动随时有可能加码 往未来看 制止闯临海的入侵行径是中国注定要不断强化的斗争 因此呢 我们奉劝美国的盟友尤其要谨慎行事 与中国的红线保持足够距离 不要硬往前床逞能 必须对他们直言 他们的军舰如果学美军在南海撒野 将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杀意敬拜的目标 乌云慧言 中国在不断加强针对南海的军事力量建设 这些建设呢 不光是向南海部署军舰 更是体系性的军事斗争准备 南海热点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距离 非常适合中国多款中程脑袋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东风快递发挥作用 美国及其追随者 如果只是数南海上谁的航母多 谁的战机多 那就错了 那些航母在极端军事斗争的情况下 全都不堪一击 南海是国际海上通道 它的航行自由历来是充分的 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 包括美国和盟友的军舰 都可以从那里不受阻碍的通过 但是如果那些军舰想施加地缘政治压力 在那些航线上筑起一道围堵中国的墙 那么那些军舰一定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对抗 而且这种对抗的强度必将不断增加 英国来南海刷存在感 这个念头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危险性 我们尊重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军事力量 在南海享有国际法赋予的通行权利 但伦敦如果试图在南海形成 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 就是在打破南海现状 而英国根本就没有重塑南海格局的能力 准确说 英国如果想在南海扮演胁迫中国的角色 就是犯贱 如果有实质动作 就是找抽